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雄國家體育場 來欣賞全國城市足球春季聯賽倒數第二輪的比賽 為您受傷的是由台灣體大來遭遇到 名傳大學我是李弘斌 目前雙方的積分 台灣體大是23分排名在第三名 還有機會來追上排名第二的北市大同 而名傳則是排名在倒數第三位 看一下兩隊的先發陣容 那麼今天台灣體大穿的是全藍色的球衣 名傳則是穿上了白色的戰袍 今天直髮裁判是由高榮芳 另外在雙方的隊長賽前要來選邊 周宇軒台體的隊長 以及黃柏浩是名傳的隊長 以及左門員 上半場比賽是由穿著藍色球衣的台體 率先開球進攻畫面右側的大門 好開賽第七分鐘的時間 台體一個長傳 前鋒李翔偉過了對方後衛的失誤 結果倒在地上前門架 趕快過來阻止打到門柱上面彈毀了 可惜 差一點點開賽第七分鐘了 台體就要先持得點的把握對方後衛跟門將之間的解圍失誤 可惜這個射門是打在門柱上頭 接下來國角李貓第八分鐘 左路的突破小角度要傳球來上射門 選擇自己打門可惜了 打在了左側的邊往上面球 是出了界外 在遠邊的位置還有紅紫桂 如果要坐橫傳看來也有一些機會 但是李貓選擇自己打門 接下來再一次的過頂長傳漂亮 李貓到禁區左側 右腳射門就進了 GO 開賽第九分鐘 李貓剛剛將功折墜稍找的射門 並沒有打進門內 這一次則是率先提開了名傳的大門 幫助台灣體大 先持得點取得了1比0領先 接下來第十八分鐘 在禁區內又是李貓 這時候跟對方的後衛黃德豪 有了一個衝撞倒地裁判 高中方明少指向了12碼罰球點 缺判這是一個12碼球 認為是黃德豪的犯規 現在要由四號的紅子貴來超到12碼球 就打進了 球門右下角精準的設計 雖然門將黃伯浩猜對了方向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擋了出來 開賽19分鐘 台灣體大連下兩層 李貓跟紅子貴先後的破門 取得兩球的領先 接下來周成在左路傳過來 李貓的頭槌可惜 頂了稍微正的一些 被黃伯浩給攔了下來 看一下左路的傳球 這面是李貓的頭槌 無人定防的情況下可惜了 好 上半場補食第三分鐘 又是李祥偉在進去的右側 晃過了對方的後衛 左腳射門 哎呀這球Lucky 球進了 那這個射門是準備要打遠處的位置 結果呢 打在了後衛何建華的腳上折射入網 這也讓上半場比賽台灣體大 取得了3比0舒服的領先 這時候裁判吹響了上半場比賽結束的效應 比分是3比0 下半場比賽換成是由穿白色球衣的名船 來開球進攻畫面右側的大門 上半場比賽台第三球的領先 第60分鐘 這時候李茂在前場又是成功的斷球 接下來面對門將 兩名球員夾緊沒有辦法球 左腳射門進了 這場比賽李茂在第61分鐘 攻入個人這場比賽的第二個進球 沒開二度 哇開玩笑 一個人打兩個人 最後面對初級的門將 黃伯浩 黃伯浩還是精準的 用左腳打進的球門右下角 打比分擴大為4比0 這場比賽李茂 現在開賽9分鐘 也是他先持得點下半場比賽 又是他率先打開名船的大門 好進去外面 現在是由替補上來的 江浩仁停球 做遠射第69分鐘 這腳遠射 並沒有產生足夠的威脅 球是出了界外 看一下球清出來之後 在 將近30碼的位置 江浩仁看沒有人盯防 直接來做西腳遠射 好名船看一下能不能夠 換顏色 由黃薯軒 再進去左側 小角度的打門 結果球是打飛了 對方方道球員也是跟得上來 並沒有非常好的一個角度跟位置 剛剛可惜 接下來來到第81分鐘 右路船中 驕傲人 左腳直接凌空 打門可惜 踢到的球在下方 打了個衝天炮 對方 接下來第82分鐘 江浩仁在左路 非常刁鑽到底線前 敲回來 在進區內 還有沒有 裁判最後是抓了 34號的石俊傑 在進區內 手球第一時間的射門 雖然是被門家攔得下去 還想再搶的時候 裁判認為 已經是手球犯規 好 接下來來到補石階段 全場的第53分鐘 左路船中 頭槌破門的是 3號的陳生佑 將比分擴大為5比0 這球 21號江瑞澤 左路吊鐘在遠處的位置 助攻陳生佑 頭槌破門 將比分擴大到5比0的領先 好 這時候執法的裁判高榮邦 吹響了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最後台灣體大就是以5比0 打敗了他們在大專聯賽的對手 明傳大學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而在賽後 台灣體大的積分 來到了26分 戰績8勝2合3敗 排名第三也暫時追平了 稍後要出賽的北市大同 明傳則是14分的積分